以及在座的各位局處長 大家好 自從新政府上任以後 有很多新的角度跟觀念 都帶進我們的政策 那麼這幾個月 我想我們談到最多的 在原住民這邊談到最多的 可能就是社會的 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所以在這邊 在今年的8月1號 這個小英總統 他就公開的 在對原住民 發表這個原住民族 對原住民族道歉的文告 這是對我們原住民的議題 也是一個轉型正義的宣告 那麼 也是對我們原住民族 過去在歷史上的 所遭受到的不正義 做一個反省的宣言 本席覺得呢 這個是近年來 這個是算最重要的一次 就是政治宣言 那我也 我也覺得 這個小英總統 能夠站在以一個總統的位階 來對我們原住民 做這樣的一個宣誓 宣告 我們原住民的鄉親族人 都非常的欣慰 那麼 這個 或許在座的各位局處長 對這個 小英總統的這個 道歉文 可能不是很清楚 可能甚至於呢 還有人都沒有看過 那麼我現在呢 就來做一個複習 讓大家看看 小英總統呢 他說 他一開頭就說了 22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在1994年 我們的憲法呢 曾經徵修條文裡面的 三包正式 改名 證明為原住民 這個證明 不僅是去除了 長期以來 帶有這個歧視的稱呼 更凸顯了原住民主是 台灣原來的主人的地位 但在這個基礎上 今天我們要往前 踏出一步 我要代表政府 向全體援助民主 至上我最深的歉意 對於過去400年來 各位承受的苦痛 和不公平的待遇 我代表政府 向各位道歉 對於這個 小英總統呢 願意以一個總統的位階 代表這個國家 這個政權 概括承受 所有在過去歷史 在歷代 政權對於原住民主的 不正義的對待 承認過去以來 一直都是不正義 不公平的對待 來對我們台灣這塊土地上的 原住民主道歉 本席呢 身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終於等到這一個 遲到400年的道歉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也非常的欣慰 但是 為什麼 小英總統要道歉 她說 台灣這塊土地 400年前早就有人居住 這些人原來是過著自己的生活 對著自己的語言 文化 還有習俗 還有生活領域 接著 在未經過這些 這些人的同意之下 這塊土地 又來了另外一群人 歷史的發展呢 後來的這一群人 剝奪了原來的 這個 這一群人的一切 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地方 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 失所 成為一鄉人 成為非主流 成為邊緣 就是我們原住民 本席在這邊呢 要提醒在座的各位 為什麼當年這些主張 證明的前輩先進 努力的在推動 用原住民 來取代三地同胞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用語 這是帶有 他則觀點的 外來則視角的 甚至於 長期以來帶有 歧視的稱呼之外 為什麼說是原來的主人 因為原住民族這四個字 就是原住跟民族的組合 民族是說明了 我們是主人 我們是人 我們是一群人 是活生生的 是在當政的政治概念下 可以確確實實的主張 並且呢 行使權力義務的群體 原住是說明了 在時間上的優先性 在空間上的先戰性 所以小英總統在文告中呢 再次聲明 原住民是台灣原來的主人 原住民是台灣原來的主人 蔡總統也知道 她這麼一宣誓 可能會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她就說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 我們生活的周遭 還是有一些人 認為不需要道歉 而這個 今天我需要代表政府 道歉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把過去的種種不公平 視為理所當然 或者把過去 其他族群的這個苦痛 視為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 這是我今天站在這裡 企圖要改變和扭轉的一個觀念 她也特別提到 我們有相當進步的這個 援助民族基本法 這部法律 並沒有獲得政府機關的普遍重視 我們做得不夠快 不夠全面 也不夠完善 這是小英總統說的 台灣被稱多元文化的社會 但是一直到今天 原住民族在健康 教育 經濟 生活 政治參與 等 許多層面的指標 仍然跟非原住民存著落差 同時對原住民族的這個刻板印象 甚至是歧視 仍然沒有減少 那原住民族呢承受了一些其他族群 沒有經歷過的 感受過的痛苦和挫折 我知道光是口頭上的道歉是不夠 政府從現在開始 從現在開始 要為原住民所做的一切 將是這個國家 是否真正能夠和解的關鍵 他又說 我讓 我邀請大家來監督 而不是來背書 請族人朋友們用力的鞭策指導 讓政府實現承諾 真正改進過亡的過錯 以上是小英總統的這個文告的內容 本習在這邊呢 跟大家重新複習這一番這個談話 這個代表國家政權的談話 也就是說 這樣一個原住民民主轉型正義的政策 剛臨 不只是中央的 也是地方的 是所有小英總統說的 政府機關 公部門的共同責任 這方面 面對著原住民過去 到現在 所遭受的 種種歷史的不正義 要翻轉觀念 要改變政策 我相信 還有一段很辛苦 漫長的路要走 小英總統呢 在道歉文裡面呢 也提到 荷蘭人和正成功的政權 對平湖族的這個屠殺和經濟剝削 清朝時代重大的流血衝突 以及這個鎮壓 日本統治時期全面的深入理翻政策 作為過去以來 台灣是 是島嶼最早的 和外交政權接觸的地區 我們如今稱為 台南這個地方 在所謂豐富的文化表象之下 也有豐富的不正義的歷史 過去我們跟古牧 也常參加這個原住民團體 促進轉型正義的聲援活動 結果 好像我們市府這邊呢 並不是 那麼樣的 注意 那麼樣的關心 對照這個8月1號 總統道歉文來看 真的是 我說不上來的感觸 其實要推動我們原住民轉型正義 當然要更多的政策來執行 最重要的是政府機關 我們台南市政府的局處長 這些執行的 經辦的人 心裡面 有沒有轉型正義的觀念 有沒有真的扭轉過去 對原住民 原住民族的這個偏見 想要改變對原住民科版 科版的價值觀 首先呢 我要請教我們的汪主委 你怎麼看 我們小英總統的這一篇道歉文 怎麼看待原住民轉型正義 還有 在我們台南市 你民委會 可以怎麼來推動我們原住民轉型正義的工作 謝謝藝座特別在這個特別把小英總統 在8月1號 特別用16分鐘 有八項言音 十次的道歉 對我們過去不管從威權 或者是從我們的 過去種種對原住民的 不管從歷史的正義 從土地各方面的正義 來做對整個國家 重新省事 對原住民的一個轉型的一個模式 即體的政策 那台南市政府特別 我們在這個 這樣一個政策宣布以後 我們也積極的 依照這樣各方面的 這個面向來看 那首先剛剛藝座有提到的 原住民基本法的落實 就是第一個很重要的 在原住民基本法的落實 目前配合原民會 已經積極來做三個面向的積極處理 第一個是原住民語言的立法 以及原住民自治法 以及原住民的土海法的立法 那在台南這邊 我們更要 已經努力了二十多年 更要做到的 我們在地真正台南這塊土地的主人 希拉雅族的證明轉型正義 這也是我們現在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好 謝謝主委 本席要提醒各位 轉型正義是非常核心的這個價值觀念 特別是在台灣 這樣過去太多不正義的這個背景之下 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在很多時候 最先接觸到的就是文化層面 我們都會講尊重多元文化 但是什麼叫做尊重多元文化 是要先認識還是先了解還是先承認還是先肯定不同文化的差別性 從文化的不同先去好好的認識再來做多元 那我在這邊想要請教我們的文化局長 你怎麼看這個蔡英文總統 這個這篇道歉文 感謝議員 對於不同民族文化的重視 我想總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演講 其實我想是對整個台灣多元文化的一個尊重 我想這樣子對於文化的觀念 什麼四海一家 這種把文化單位把它要統一的這種概念 在過去傳統的那種大中華文化的那種概念 其實是截然不同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世界的潮流 那總統以總統的高度來發表這樣子的一個演講 其實是對台灣多元文化發展 非常好的大前邁進一大步 謝謝局長請坐 這段時間我們也在這個很多的活動當中 也有碰到一些非常讓我們原住民覺得非常不舒服的文化的表現 就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像這個正成功託夢 這個校海祭這一類的這個活動 我想以後要舉辦活動還是要多去探討一下我們的這個背景 這個文化背景 這是也希望文化局這邊呢 多能夠重視這樣這一方面的這個工作 我再請教我們的民政局長 陳局長 我們在進行這個希拉雅的這個證明 是 除了民委會之外 我們原住民的身份的註記 算是你們民政局的這個業務嘛 是不是 而且是我們重大的重要政策 因為當時我們這個是全國唯一 讓希拉雅族來做這個戶籍成本上面的一個註記 那我想請教一下陳局長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個申請登記這個原住民的這個希拉雅族人 希拉雅族的部分目前是有一千九百七十位 一千多位 那列測的有一萬兩千多位 一萬兩千多位 對對對列測的部分 但是完成這個在複級等本上的註記的有一千九百七十位 才一千多個了 是是 那麼再請教 那我們現在目前台南市的市民一共有多少人 我們現在台南市市民是一百八十八萬五千多位 謝謝 是 所以這個我們的希拉雅族群 他們來登記的還不是很多 是因為如果從這個早期在2009年的時候所做的這個清查 是有一萬兩千到一萬三左右的這個人數 那可能在清查可能會再更多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有一直在不斷的在宣導 也希望說如果這個有具有這個希拉雅族 這個過去在戶籍等本上有登記為這個首的部分 鼓勵大家也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註記 這樣 這個沒有強迫性 是是是 這個是鼓勵他對於自己一個身份認同的一個部分 對 謝謝 請坐 對 一樣的問題我再請教我們的民委會的莫爾主委 有人質疑希拉雅的這個族群的這個數字那麼小 為什麼要證明 為什麼還要主張轉型正義 主委你的看法呢 就剛剛我們民政局的答覆就是 在過去是有一萬五千多來申請這個意願書 那這個意願書後來完成的這一萬五千都有 一萬兩千多完成它在審核它是有熟的 這過期有註記 那再來我們切實在戶口名部做一個熟的註記的話 後來在縣市合併後我們積極在做這樣的登記有一千九百多 那會有這樣數字的差距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族群認為 我們一直在做登記 竟沒有辦法達到是原住民的身份 所以這一千多跟一萬多的差距在這邊 如果實際上按照我們小英總統在10月7號已經宣布的明確的政策 就是在原住民身份法的第二條加上評補原住民 如果這個在立法院通過來做普查登記 我相信這一萬多都會願意積極來登記 所以這個人數一千多是有這樣的落差 先做這樣說明 要中央政府承認它是原住民 台南不是已經把它設定為原住民了嗎 市政府的組織裡面也有西拉雅的單位對不對 那我們每年也是有固定的提撥這個預算 來辦這個西拉雅的活動 那麼也有西拉雅的這個大陸的命名嘛 在這個西拉雅國家公園區也有西拉雅的這個國家公園區 那為什麼非要證明不可啊 好謝謝我們的意義做這題 這個證明也就是我們講的轉型正義 在憲法保障原住民的多元族情的這個保障之下 那台南是過去這樣一個歷史的奄言很清楚 所以在台南是西拉雅我們就認定它是我們設定的原住民 但是就中央為什麼要一直證明就是說 它必須是整個國家這個是國際國際普世的價值 所以這個證明要 那也因為這樣我們也不因為只是在積極證明的同時 我們也知道文化的保存是我們都在跟時間賽跑 所以我們用我們台南自己的我們市的預算 來繼續保存他們我們的西拉雅的文化 還有各項的我們現在已經拿到國家文資產的這個 這個國家級的這個業績的活動 這是我們最重要文化的傳承非常非常的明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剛剛聽到了汪主委還有岳局長 還有這個我們陳局長 對這個原住民轉型正義的解釋 聽起來很 聽起來是很理解轉型正義 我也很期待你們都可以在負責的業務上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請教賴市長 對小英總統8月1號的這個道歉文 對原住民轉型正義 你怎麼看 那麼我們台南市可以怎麼樣來推動 原住民轉型正義的工作 請 市長 非常感謝蔡議員的指教 這個蔡總統的道歉文 第一個意義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總統 對原住民公開道歉 第二個呢 他的道歉發自內心 也要求政府各級政府應該要有聚集的作為 那第三個是我個人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蔡議員分享 其實原住民在各個領域的表現都非常傑出 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音樂或是運動而已 包括醫界 律師界 教師界 工程師界 其實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所以一方面在蔡總統的誠意道歉 各級政府也都願意去做一些工作以外 其實原住民的朋友也應該要展現民族的自信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道歉文效果才會更大 至於說台南市政府後續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想第一個就是協助照顧他們在這個城市的生活 包括工作 包括醫療 包括居住 包括孩子的教學 教育 包括各種的休閒活動等 那我們都很樂意在蔡議員的指教之下 我們大家共同來做 第二個就是關於原住民發展的部分 我們當然提供的是一個全面性的公開 然後公平的一個政策 讓原住民的朋友得以發揮 第三個是社會福利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根據法律 對原住民也有特別關心照顧 以上簡單報告 謝謝市長 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市長 我們的市府團隊 對於這個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這個價值這麼樣的理解也很主動 我想市長也是很願意很主動的想要 積極的態度來推行我們這個轉型正義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裡面 能夠一一有具體來落實 但是我在跟各位講以上這麼多 原住民轉型正義的觀念 這麼多的政策的想像 到底會不會真正落實 在台南市推動原住民轉型正義最具體 最明確的第一個工作 其實我覺得是很簡單 就是本習六年來質詢裡面 一直堅持跟各位提起的 六年喔 原住民專責的機關 六年來包括這一次是第十二次的質詢 本習不斷地從各種勤禮法來獨處 是政府盡速地來成立我們原住民的專責機構 過去呢我也 我們也一再地提醒 如果說沒有這個原住民的這個主管機關呢 那組織就不會有這個足夠的人力編制 就會沒有足夠的預算 也沒有這個專業的政策 所以呢 在推動我們在台南市推展原住民主的各種工作 尤其是經過那麼多年來 人力和財務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看到 所以看到桌金建拙的固態 但是呢 市政府還是沒有辦法去回應我們這個部分 作為一個直轄市 特別是一個宣稱以文化升格的直轄市 更應該表現出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 尤其是在原住民主基本法已經明文規定 直轄市因設原住民主專責單位 所以依法行政從法律的觀點來看 台南市是一個直轄市 那麼 依照原基法第八條的法條 就應該設立一個原住民主專責單位 而且呢 法條裡面講的 因設不是德 或者是 他是因設 也就是說一定要設立 結果是政府的回應 回應我們的是 已經有民主事務委員會 所以已經有的法定原住民專責單位 我們沒有民委會 我們有民委會 沒錯 但是呢民委會的組織 組成只是一個原住民主科 客家科 後來跟上 再加上一個綜合規劃科 這樣的組合也可以算是 原住民主專責的單位嗎 也可以符合原基法第八條的法律規定嗎 可以說是已經依法行事了嗎 剛剛講了一個科的組織人力不夠 然後 台南市跟其他的這個直轄市相比較起來呢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看看其他的直轄市 但是我們的編制就差這麼多 所以 在這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裡面的四個組 預算 就是 目前 就只有原住民事務科的七加一 這個一呢 是包括 三分之一的主委 三分之一的這個 副主委 三分之一的這個 第二的主委 和專委 這個 這樣子 來 辦理我們這個 原住民族的相關工作 我想 他們 雖然非常優秀 光主委很優秀 中副主委很優秀 后来陈专伟也来了 这个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但是 所有的原住民科旗下的 大大小小合并起来 也就只有这么样 而且我们的人 我们的族人 分布在全市的37区 不像其他的 都比较集中 我很清楚 我们的族人 在37区里面 你要每一区都能够 面面照顾到 那是非常不可能的 而且 不要说我们要 我们要 把我们各区的服务 做到像其他的 这个议员 能够服务到他的 所有的这个区域 我是真的是做不到 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 那更何况 这个民伟会 这边的原住民 那个原住民的这个科室 所以我想 这个市长是不是可以再考虑 可以再 那还是关于 我说 感谢蔡议委员的指教 就是说 县市合并 台南市成为一个直辖市 必须要成立一个专责机关 目前台南市是民主事务委员会 那这个是经过考试院核定的 所以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成立一個專責 就像你說的民主事務委員會 增加了就是人事、政風、會計 所以各縣市的人力裡面 你有計算進去的事其實是包括這三個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在目前的架構下 參議員認為我們要增加怎麼樣原住民 特別針對原住民服務的人力 或是預算這個我們都可以來增加 這樣的話可能會比較實質 簡單說明 謝謝 市長 市長你認為已經有了人力 已經夠了的預算 市長有沒有好好的問我們的科長到科研 你累垮了嗎 剛才那個照片他們真的是很累 我想市長你跑那個行程也是會很累 你自己也是跑行程 跑了37個區的話真的是跑不完 所以在這邊呢我們真的是很需要 也很急迫 也很清楚 一定要設立一個專責的單位 因為在中央圓民會呢 在這個今年的7月1日 有解釋文 他就說這個民主基本法 原住民主的基本法第8條 稱之原住民主專責單位 以我們台南市是一定要設置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希望這個市府這邊呢 能夠克服困難來 符合我們的需求 來看我們這個民委會 也許汪主委他是不會去爭取 他不敢說 或者是他有很多的這個 不敢說的這個心頭話 所以他在你們的這個 這個 會議裡面呢 王主委可能就比較 他太客氣了啦 那在這邊呢我還要 議員這個能不能讓我補充一分鐘 就這個解釋 這個是我們看這個7月1號 是原民會對原住民專責機構 特別在原住民基本法所 它是一個解釋行 不是也不是只針對台南市政府 但是他的專責機構 有三個主要要點 第一個是在縣市政府的組織條例 裡面有一個名文 有特別寫的這樣一個單位 主委你請坐 因為這個解釋行 是我們這邊去請示 去請示的解釋 他給我們的解釋行 這個我們在私底下 再跟你研討 那麼如果說把這個原住民 這個民委會 當著這個原住民事務科 當著是法定的原住民 專責一級單位的 所幫市長出這些 不是理由的理由的人 害市長背黑鍋 已經心虛找不到藉口 所以當我在上一次 質詢的時候 我是提出儘速設立原住民 專責機關的要求的時候 市長那時候 竟然給我回答說 可以設定一個原住民 這個 市民數量的標準 比方 台南 原住民人口 如果超過三萬 我們再來考慮 但是我想那時候 市長可能沒有 很謹慎的來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我想這個 今後呢 會後我想市長可以再做一個考量 這個是 這個是算是 對 那個 蔡議員 我當時跟您報告這樣的想法是說 如果我們把 每一個縣市的原住民 來除以 該縣市服務原住民的人力 我們比例應該是算高的啦 好 市長你請出來 好 那麼如果我們 相對的 我們跟這個台北市 台北市的這個條件 跟我們差不多 因為台北市它也不是 沒有原鄉 也沒有原住民的那個地區 所以台北市的條件 都跟我們差不多 所以在當時 台北市呢 他們的民主事務委員會 是在1995年的5月9日 他們是由當時的民政局提案 是因為原住民 他們提案的理由是說 因為原住民的移居台北市 在風俗習慣上和漢人相逸 所以造成一些 彼此的誤解 為了積極推展台北市 原住民行政工作 所以就 統籌原住民的事務 要成立原住民的事務委員會 這個專責機關 他們第二年就 市長就財市 四年就是他們標 你就馬上就成立這個 這個委員會 我們要知道 我們當時的市長是誰呢 當時台北市的市長就是 陳水扁總統 那他們的這個民政局長是陳澤南先生 社會局長是陳菊市長 那麼還有一個呢就是 還有一個他們當時的這個 法規會的主委呢是周宏憲 就是現在的那個全序部的部長 像他們這樣 因為有人建議他們都聽在耳裡 都記在心裡 所以他們對這個原住民的需求呢 他們那時候還沒有這個原住民的這個原機法 也沒有這個 當時沒有任何的這些法律的這個束縛 所以因為他們的腦袋很清楚就知道是說原住民到都市的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不能適應的地方很多 所以他們就有先見之明就 就在立法之前就能夠設立我們原住民的這個專責機構 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說我們在台南 我們有一名的市長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臺南也能夠早一點成立我們的原住民的這個專責機構 在當時 在當時因為原住民如果是按照人數來說的話呢 在當年臺北市的原住民也只不過五千多個人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人數已經有七千多個人 相信之下我想應該不是問題的問題 我也希望說市長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離開我們台南 會高升也許到新北也許到台北市 甚至於會到總統府 我們在這邊期盼市長在離開之前能夠雲落 在台南的這個期間能夠設立我們原住民的專責單位 市長好嗎 那個因為蔡議員已經多次提起嘛 我會請我們相關的局處再研究 好 謝謝市長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民主正義 也講到這個民主語言發展的自治條例 在104年的時候 我曾經在2014年 不是104年 我曾經提過這個台南市原住民族的 語言發展自治條例 跟台南市原住民族教育的自治條例的兩個草案 結果在當時呢 我曾經在2015年有位大在大那麼 就是對他說 representation 所謂的舉辦 市長一個很好的施政政績 但是錯過了 現在中央 兩年以後中央才要做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很希望說 市長或市府團隊 對於原住民的問題 或者是原住民相關的法定的制定 或者是政策的制定 還是要跟我們 希望用原住民的思維來制定 我想這樣子 對你們的這個政策 會有很多的幫助 請各位學習 用原住民的思維來處理原住民的事物 好嗎 那這邊接下來我要講這個 我們面對我們的族裔 目前族裔老師 族裔老師的情況 族裔老師 我想最近這一段時間呢 尤其是在 這個 我們族裔 今年是要準備第十二連霸了 我相信一定是會連霸 那麼在這個連霸 族裔老師都這麼樣的 無怨無悔 這麼辛苦的來 來這個 做這個 補導學生 來教學 但是 族裔老師呢 他不像我們一般的科班 正式老師 他也不需要激功加獎 那這個成績 成就都是歸功於學生 那平常很辛勞的工作 都是族裔老師 那麼榮耀呢 都是歸功於我們市政府 所以我們每次幾連霸也好 曾經出去比賽也好 都是功勞都是 不會說你族裔老師 都是說台南市政府 教育局的這個都好厲害 都會這麼講 所以在這邊我一直在想 這個族裔老師呢 是因為我們有這個使命感 和這個熱情 所以到外面 對外比賽的時候呢 這些老師 不管是族裔老師也好 代表這個語言競賽的這些老師 指導老師呢 好像都把他們舒服 包括我們族裔老師 出去比賽 像我們參加運動會 參加運動比賽 全部都會做制服 都會給他們團服 但是唯有這個 語言這個部分的老師 好像從來就沒有編過 是不是沒有編預算 有學生代表隊的這個衣服 但是這些 這個指導老師 還有帶隊的老師 好像都沒有 我覺得 是不是教育局這個地方呢 來替他們爭取 要不然 他們真的是很辛苦 也很 他們真的是很辛苦 也是 每次成績也都非常的 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是不是給他們一點點的鼓勵 這個有什麼困難嗎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對比賽的學生學院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為了 讓這個辨識上 然後在管理上呢 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做了這樣的處理 那其實其他的指導老師的這個部分呢 是都沒有這個另外 再提供這個服裝 那我也知道說 蔡議員 為了我們足以老師 是不是能夠 有這個 一件 每年比賽的時候 有一件這個 這個服裝的這個部分呢 也很多次的爭取啦 那我跟議員多次的說明 就是說我們一向 就是只針對學生的這個部分 真的是造成您的困擾 很抱歉 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代表台南市的這個比賽 對外比賽 只要是代表我們台南市 成績都是算我們台南市的 為什麼這些指導老師 不管是田徑也好 什麼球類的也好 只要是指導老師 跟這些這個負責帶對的這些 是不是也給他們一件衣服 應該不為過嘛 是不是 市長 那個感謝蔡議員的關心 其實族群的認證 11年霸或是12年霸 當然台南市政府會有虛名 不過我們不敢鞠躬 其實你看到我致詞的時候 我一直都是肯定主義老師 也肯定家長還有學生的努力 受益最多的還是學生 是沒錯 市長 然後榮耀最大的 其實實質上的還是家長 跟他的老師 蔡議員剛剛提到就是說 要去比賽的時候 只有老師沒有服裝 孩子有 我會請那個局長再瞭解看看 是有多少人需要怎麼樣的服裝 如果說大家都有這樣的服裝 代表台南市出去 我想蔡議員的這個意見 應該是有道理的 我再請陳局長 再來做進一步的這個研究 謝謝市長 那那個教育局長 最近學校的問題好像特別多 那個最近又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在復興國中 我想大家都非常難過 但是我覺得在學校 有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多給予關懷 尤其是各住區讀學 應該多多走動到學校去 發現如果是有問題 或者是有需要協助 我覺得是應該多去關照一下 那我在這邊我也有收到 這個選民的這個投訴 說投訴還是陳情 就是說學生有的時候 這個午餐費萬一遲一點去繳的時候 或者是在時間內沒有辦法繳的時候 這個學校的老師就好像 這個討債公司的天天在逼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的不合理 還有甚至於呢 有這個學生買新鞋子 那麼這個老師呢 就常常就看著他的鞋子就說 哎呦 你不是低收入富嗎 你們不是中低嗎 那為什麼還有新鞋子穿 難道別人 那個說不定他有什麼好表現啊 家長或是阿姨啊 不是不是自己家裡的人 買給他做獎勵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 雖然不是我原住民的學 原住民的孩子 但是呢 我們這樣聽在耳裡 真的是非常痛心 市長也講過 也曾經答應過 就是說我們原住民的學生 如果是說在經濟狀況 萬一交不出學費 所以可以跟老師講 那老師 再給一分鐘 給他這個緩衝 或者是可以緬腳 真的是有困難 學校老師可以去加訪啊 去探討啊 跟您說明一下 就是說如果說孩子 因為我們原住民的學生 他其實本身政府就有相關的 助學金的這個補助 那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情形的 那也請就是說 可以跟我們這邊來聯繫 如果這些助學金 還不足以來協助他 那其實學校也有一些仁愛基金 或者是這個 警難救助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會再次一下 跟您了解一下 這個個案的情形 那我們會全力的來協助 這個學生 這個局長 我希望你們在這個校長會議 或者是這樣子 那個這種機會 多跟這些校長 這個多說明一下 或者是也勸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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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要再做回應嗎 我跟你報告一下 當初我們在立法院的時候 就已經要求教育部 就是說認不光是原住民的小孩 就所有的小孩子 有一些孩子的家庭 他可能有這個 最近有這個變化 家庭有變化 可能父親失業或是怎麼樣 如果他不要說這個學費 連營養午餐都一樣 就可以跟 不必再去找里長寫證明 老師就可以直接協助 參議員的意思是說 希望學校校方的老師能夠注意 不要傷到孩子的助尊心 對不對 這部分我了解 學校其實都做得很好 他們都了解 也許蔡委員那個是個案 剛剛陳局長有講 你把這個個案給他知道 因為就我對教育局還有各校的了解 其實校長都很清楚這樣的一個制度 特別跟蔡議員說明 好 好 再補充來 再給三四秒 來 市長有的時候 我剛剛就任的時候 我曾經有跟你做這個要求 市長也答應就是說 給予全力的協助 但是有的時候 這校長的變動 學校的老師的變動 可能不了解這一邊 有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所以呢 有的時候 就會不經意的 就做出這樣子的這個行為 所以讓學生呢 覺得很受傷 那我們 我在這邊跟各位講 我們原住民的這個 讓一支一言講完 好 30秒 所以在這一點呢 也希望大家 能夠多關懷多關心 好 以上謝謝 好的 謝謝蔡議員的市政總質詢 我們休息到11點30分 繼續開會